自4月21日起,北京成龙慈善基金会官网连续遭到黑客攻击,页面无法显示,直至24日凌晨,该官网恢复正常。 据一名网友称,官网遭到攻击应该是在21日,搜索并点击该组织网站就会显示警告该页面可能已被非法篡改的字样,同时页面还会跳转到其他网页。 而在此期间,打算为庐山地震捐款的李先生看到网站被攻击后,暂时也放弃了捐款。 前天下午3点左右,成龙在个人认证的微博上发布消息称,正知亚安需要救灾款,我正在组织行动,而成龙慈善基金网站却连续遭到攻击和篡改。 之后,其在微博公布了一个手机号,让想捐款的影迷发送邮件到此手机号,基金会将向邮箱发送捐赠协议。 24日下午,基金会秘书长党群介绍,这次长时间大规模的攻击,导致基金会的正常工作受到严重影响。 基金会也接到很多咨询电话,表示不敢捐款。 直至24日凌晨,基金会的官网恢复正常。 不六余的,一分足地,当一发达。